我們看到那個 樓梯剖面圖,大概樓梯剖面圖要各位教兩張 那這兩張的話 這是一張 這是 一張 那這一張的 繪圖的程序我已經貼在上面了,你可以去參照一下 這一張的過程比較複雜 那這一張是比較簡單 我們先講這一張 那這張裡面有一個平面有一個剖面 那這個部分來講,你有沒有看到它的剖面圖其實 平面圖就是依據我們那個平面來做 它旁邊也沒有描繪 那剖面圖我們上次畫到結構而已 那繪製的過程大概是這樣 這個我們已經講到這裡了 T級畫完了 電梯間結構畫完了 我們接著要來做粉刷線的繪製 那結構為什麼看到粉刷線 因為它結構體 翔圖都會看到裝修層 所以這是樓梯剖道的部分 那 到這邊的話 裝修層畫完才能夠畫 投影的部分 這邊就屬於 門窗投影 扶手的投影 還有其他 邊界的投影 所以這三個後續比較雜 把它畫完 再來還是標尺寸 寫圖明出圖 所以樓梯的剖面圖大概就這幾個步驟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面 這圖面上次畫的 那配置上面 你看這是上次的配置 配了兩張 大小也不是很一致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修 我只是做一個大概在什麼地方 然後 這是我們以前畫的平面圖 標準層平面圖2到5樓 好那我們從這邊的話 怎麼樣去做這些呢 好 那我們現在 到模型空間 先把粉刷線畫起來 首先 我們要以這個為主 所以 你這個要編成聚合線 我這個沒有編沒有關係 這編在一起就好了 好 一開始的時候 給它怎麼樣 Offset 粉刷線請你畫2公分 好 正確是1.5啦 你看就畫完了 然後這邊呢 這邊應該還有樓板的高度 但是圖面沒有膠帶 這邊這個樓層的樓板應該還有高度過來 我不太確定 不過這個我等一下來檢查 粉刷線這樣就畫完了 然後注意的話是粉刷線要在什麼塗層 它不可能是縱線 它一定是在 我們用細線來表示這個粉刷線 好 那 如果這樣的話 好 那我們就這樣用刷的 好 這樣就OK了 那電梯內側是不粉刷的 沒有意義 因為粉刷是在外面的看得到 好 這邊應該有樓板的線才對 我等一下再檢查看看 那粉刷線大概就 這樣就完成了 好 那再來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要求的圖面 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在 我們上次有讓各位下載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數顆資料 好 好 那 這個圖面在這裡嘛 這個是這個圖面 好我們就看這個標準層就好 我們看這個圖層 好 那這個標準層的話你可以看到 好 我們這邊的話 這邊樓板有 我沒有畫到 這要畫樓板 所以這邊樓板線要畫出來 那這邊的話你看粉刷線做到這裡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再修整它的粉刷線 那 粉刷線這邊做完 我們先把 內側這邊是不粉刷的 好 那這個板我剛剛沒有做到 我就把它補做一下 OK 好不好 好 那這個部分就這樣喔 然後再來的話 好 我們第一件 下一件事情粉刷線做完了 把它修整完 OK 那你看這個修整齁 這個部分 它有樓板過來 我剛剛做得太快齁 那這裡你也可以把它刪掉 我從這邊畫過來要畫多遠 好 我這邊畫一條線 好 這條線的話 這條線我希望它放在 好 放在 Sketch 那這條線的話 樓板 這邊都有了嘛 5上來而已 L OK 那這個時候 好 這時候你只要 TR 就剪掉了 再一次 按一下TR 好 這個就剪掉了 那這邊畫什麼 沒有關係 它這不是交代的重點 這時候還是要編聚合線 J 因為我要畫粉刷線 好 這就變聚合線了 一樣 J 然後這再編起來 OK 這邊好了 再一樣J 好 這邊好了 那編好之後就這樣 我剛剛講過 粉刷線是從結構體往外粉刷 它粉刷不是兩公分 粉刷兩公分是4億 現在樓底板 做那個 瓷磚的鋪貼 都至少5公分左右 但是我們就畫一個示意 說這個地方是要裝修的 好 兩公分 好 那這個也兩公分 你看做 聚合線的目的在這裡 好這個時候 再把這條線 搬到 這個塗層 我們叫做 Paint 叫粉刷 Paint其實是油漆的意思 好 沒關係 這時候再來 再用 這個 Match property 然後 所以粉刷線就都畫了 看到嗎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看這邊 因為我們圖面 只有呈現這一部分 所以我們這樣做 那就是各位來看 這邊的話 到邊邊 進來 只有一段到這裡 也就是說 你看這個圖面 這圖面裡面告訴我們說 來 這邊的話 粉刷通通出去 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 好 然後這邊的話 你看到 它做到這裡而已 這邊做過來到這裡而已 好 那我們就把它做一個修整 這邊到這邊 所以 那 這一個也是 再看一下 這個是做到哪裡 做過來到這裡 好 那所以也就是說 這邊也要粉刷線 所以剛剛這個沒有編 好 那沒有關係 我一起再編一道 J 好這就一體了 那再一樣 J 好把這個刪掉 我重做一次 好我一樣offset 兩公分 這個也一樣兩公分 然後我以這一個粉刷線 點下去 移到 Paint 好 好 那再來 這邊也一樣 因為它 數量不多 所以我重做一次 不是很麻煩 好 那就等於粉刷線的部分都做完了 好 這樣各位清楚嗎 對不起這邊要剪 對不起對不起 這邊剪到哪裡呢 好 那從這邊 做12公分 好 那粉刷線怎麼結呢 我們看一下 TR TR 把它截掉 看到 再來 TR OK 好 那 這邊線還有對不對 要補上來才對 好 細心的同學就是把線條再補上去 我們就用 直線就好了 補上來 意思說這邊 粉刷做到這邊 彎過來 為什麼要做這個 其實 主要是因為 電梯 這邊出來 會有一段距離 這一段 大概是5公分 你會做一個 其實有時候會用不鏽鋼 去做一個 凸出來的部分 好 這事意而已 各位懂 好 那 所有的粉刷線就做完了 清楚嗎 這一段不粉刷 所以再看一下那個圖面 OK 粉刷的部分就差不多做完了 那 等一下再來畫 這些樓梯的欄杆扶手 欄杆的扶手 有一點難度 我們做完再來做這一側 這一側怎麼畫 這也有點難度 OK 好吧 先這樣 好 謝謝 謝謝